走 我们回家 一个马路之隔只需五分钟的路程 这就是家和学校之间的距离 每天接送小孩上下学 台包红疫情不禁感叹太方便了 我觉得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这个附近 可以说就是家门口的小学 那学校对于我们安排 也都是跟着厦门户口一样的平等对待 它没有任何的一个歧视 让我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友好 还有包容的环境里面 很好的成长 厦门拥有优质的教学资源 对台包子女在厦门中小学 和公立幼儿园就读 实行欢迎就读 一视同仁就近入学的政策 台湾学生入学后 与厦门市民享受同等待遇 享有正式学籍 为方便台包 自2002年以来 厦门市已连续21年开展 在下台包子女就学一站式服务 现场解答他们关于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 办理程序等多方面的疑问 截至目前 受惠学生已超过3000人 和普通生一样的分配 分散在各个班级 一视同仁的对待 希望他们更融入到 这个班级的学习生活当中 小孩在这边 只要可以好好读书 我们在这边工作 还有在生活 就会更踏实 更放心 可以在这边厦门扎根 你们所有的卡片 得按照这个形状 全部摆上来 对啊 这是企业啊 步入高等教育阶段 在厦门高校就读的台生们 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关怀 不仅在申请入学时 可以直接采认台湾地区 学测成绩及分科测验成绩 其他像是奖助学金 贫困补助 公派留学资格申请等 也享受和大陆学生同等的待遇 听到我可以申报奖学金 我一开始也是不敢相信 就感觉其实这东西 应该会离我很远 但是没想到上大学之后 就可以这么快申请到 比较激动吧 新出台的意见中提出 支持两岸高校 在敏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 与多元化合作 支持台湾优势特色产业企业 以多种形式 在敏参与职业学校股份制 混合制办学 这无疑为台生西进求学 创造更多的机会 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我们联合一些 设台的实务部门 还有其事业单位 共同打造一些 共处两岸融合发展实践点 为两岸青年的交流交心 还有互学互建 也提供更好的平台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地 与台湾进行深度的交流 还有两岸的返学交流 台湾的人产影迹 以及产学员体系的探索等等 那我们也很期待 就是说经过教学相长 甚至这个进入大陆 这个校园的方式 把传统文化做新一代的推进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知行合一 一直是中华教育的传统 厦门的两岸研学交流活动 起步较早 亮点突出 作为大陆首个 对台研学旅行基地 厦门极美闽台研学旅行基地 自成立以来 已累计吸引两岸研学团 超过21万人次 在厦门海仓 海洋文化 中医药文化 成为研学特色 在厦门祥安 棒球研学项目 进展两岸青少年青春风采 拓展视野 就带我们去厦门的 更多地方看看 互相的沟通 然后拥有一些 很棒的想法 然后知道说 我们其实是同跟同源 本次意见中提出 要建立一批 两岸青少年研学基地 厦门相关单位表示 将结合本地区优势 挖掘更多 更接地气 更具特色的项目 让两岸青少年 在互动中交友交心 我们期待着台湾的同学们 能够来到这里 感受中华优远的 民族传统文化 文化是能够最打动 人心的力量 我们希望这些孩子 了解我们大陆 我们孩子们也了解台湾 那将来他们之间 他们私下 他们会建立很多的 这种互动 这种联络 求学大陆 爱上大陆 留在大陆 这是当下许多台湾青年 登陆后的共同选择 为了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发展 意见中提出 支持在敏各类企业 特别是台企聘用更多台湾员工 许多在下企业 纷纷热情敞开怀抱 除了在校园招聘的部分 我也会跟这么多年来 我们在这个 暑期台籍高校生青年时期 计划当中合作的台湾高校 增加他们在校园 在台湾的高校做校园招聘 来去找 寻找这个在台湾的高校 毕业的这些大学生 在生活方面 给予为这种关怀 首先帮台湾一些同胞 加入到台协 然后帮自己入学 一些高阶的技术人员 来盯制如归 从求学到就业 从打开一扇窗 到登上舞台成为主角 在厦门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 感受到第一家园的切合力 也体会到 两岸融合发展中的厦门温度 在这里 他们放飞梦想 挥洒青春 也将收获属于 他们自己的奋斗果实